剛才你也特別提到 那個集牌企業的名單又加長了 最新就再加了17間中概股 進入那個預定除牌名單 3月以來就是第五輪 即是立入新公司 現在公司總數就增加到40間 在香港上市的有支付 上個星期掛牌 你想汽車 沒有在香港上市的 有貝殼找房 以及碎杏咖啡等等 好 這個名單繼續加長 還有你剛才也特別提到 有些是確信了要除牌 對大使氣氛有沒有影響 另一個角度看 對港交所又是否利好 首先影響一定有 因為始終名單不斷擴負擔 而且與此同事 我們也看不到有任何企業 交進一步去嘗試化解風險 因為你說要化解退市 就不會只是一邊 一定是雙方合作 之前為何市場一度衝警 情況很遠就是 我們全兩地監管機構在聊天 開始嘗試化解這個問題 但近期的消息都看不到 雙方地的名單不斷擴負擔 我們不再有些企業 上面交一些資料 出來的時候 名單只會越來越多 但這個又可以說 是市場預期之內 所以市跌 就不只是因為這個 但這個 的確是其中一個風險 因為主要一個 就是之前的股市反彈 市場就是衝勁 這些中概股 可以有部分 可以撇除一些的退市風險 好像滴滴那些 市場預料一定是會退市的 但是你說有些 好像做車身勢力 這些 市場打算沒事 現在就納入了 這個名單裡面 雖然在港股上面有上市 但問題是 如果你在美股上面退市 對整間公司的股值 融資渠道上面 一定有負面影響 所以現在股價 是在反映這些東西 對啊 雖然分賞 聚歷 卻 Johnson R